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玄圈 本集的日劇分享為了跟大家介紹的是 NHK成間劇少女的時代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少女的時代是NHK製作的第96部成間劇 於2017年4月首播 編劇和製作人向重有孫嫁存帶人親切的個性 與劇中女主角的人物設定相符 因此跳過海選的程序直接宣布主演人選 共演陣容包括 哲村遺宿 全哲右膝 佐久兼游宜 松本穗香 伊藤沙利 兼演美穗 姬村永斗 佐佐目張之介 以及竹内良真等人聯合演出 故事敘述1964年 当年的東京正在準備舉辦奧運 出生在赤城縣小村莊的女主角瘋子 個性滾重但不受拘束 也沒有特別遠大的夢想 原先預計高中畢業後就在家中的田裡幫忙 然而當豐子高中三年級時 前往東京打拼的父親卻突然失蹤 為了找尋父親的下落 豐子決定前往東京就職 並和好友實職在附帶時速的收音機工廠工作 同時豐子透過同樣來自赤城縣的遠景棉影 協助尋找父親的去向 但在一切上軌道的同時 收音機工廠卻在奧運過後宣布破產倒閉 女工們被迫搬家或轉往其他工廠上班 但因為經濟不傾氣 並非所有女孩都能順利的再就職 所幸父親常去的西餐廳願意收留豐子 提供工作並介紹便宜的租屋處 在西餐廳面臨的各種挑戰 加上租屋處的室友們 以及商店界對大家相互扶持 讓豐子的內心獲得成長 恰如本具勇於接受新事物的中心思想 而豐子面對生活、家庭、愛情以及事業的勇氣 逐漸影響到身邊的好友以及再次呈現生活的人們 《喪女的時代》全劇共156集 由《鋼田》會合、丹剛編劇 日後她也和《友村嫁存》合作過《姐姐的恋人》 也和《松本稅香》合作過《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 以上兩部版主都曾經在YouTube介紹過 本劇平均收視率20.4% 最高一週來到23% 主演的《友村嫁存》和編劇《鋼田》會合 分別獲得第94回日劇學院賞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編劇 《喪女的時代》也在2019年播出4頁續集 由原班人馬全數回歸 敘述陳建劇完結兩年之後的故事 每集時長30分鐘全劇共4集 目前皆可透過NHK Plus線上收看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 我們新的一年再見囉 掰掰